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讲码项目所在 HiGo网上上层 上次课我们已经将商品显示在了页面上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次课的效果 上次课的这个页面已经出现了 所有的商品信息 我们点击商品代表呢 商品表里边所有的信息都会显示在页面上 同时我们也实现了按照条件来进行筛选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呢 就是要将这个数据进行分页查询 分页呢 这个目的是非常的明确 因为在表中的数据非常的多 如果我们每次呢 将所有的数据全部一次查询到页面上 会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在传输的时候的数据量比较多 这样的话呢 性能比较差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在页面上显示很多的数据呢 也不利于整个用户的体验 所以呢 在本次课呢 我们要解决一个非常常见的功能 就是呢 要在我们这个列表页面的底部呢 出现一个档条 能够出现了翻页的效果 同时呢 在每次翻页的时候呢 只会显示我们规定好的数据量 好 当然这个数据量呢 是可以进行配置的 那么等会呢 我在实现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为了看到效果 我会呢 将这个每页显示的数据量呢 设置一下 比如说 每页显示三条 那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 对于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应该呢 使用怎么样一个思路 呃 其实这里呢 只有一句话 对于分页的核心思路呢 就是将每一页的数据要封装成一个交话币 这是最核心的一个思路 每次查询 不管你点第几页 或者呢 你点下一页 或者上一页 也有可能是点尾页或者首页 只要你想翻页 那么这一页的数据呢 就需要封装成一个交话币 在后台进行查询 进行封装 进行组合之后 我们拿到页面上来进行显示 所以呢 对于分页呢 我们的第一个要点 就是如何来设计这样一个交话币 如果有了这样一个交话币的设计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核心思路来写我们的代码 好 那我们呢 按照这个思路 首先呢 我们准备一个交话币 专门来封装这一页的数据 那么这一页到底有什么数据呢 就需要我们来设计一下 我们首先新建一个类 由于这个类呢 是一个交话币 或者说叫一个实体类 所以我放在了entity这个包下面 我叫培集币 这个实体类呢 我想写的稍微的细一点 把注释呢 也写上 它呢 是封装每一页数据的实体类 那么这个实体类里边到底有哪些属性 我们就要进行分析 这每翻一页 它到底会有哪些数据呢 从后台带回到页面 首先第一个呢 很显然应该是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我们使用一个集合就可以了 不过呢 我们知道 这个分页有可能它带的数据类型呢 是商品 比如说等会我要实现哪个功能 就是商品的数据分页 那也有可能呢 把这样一个培集币呢 拿去封装用户的分页数据 如果在用户类表里边呢 也出现分页 这个培集币呢 也是可以用的 那一时内推 所有带有分页功能的地方呢 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培集币来封装数据 所以如果光从数据类型来说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而且我们也不太可能 每一个数据类型的分类 我们都写一个配集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加瓦的一些语法特征了 从加瓦5开始呢 提供了一个范形 这样一个概念呢 非常适合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好 我呢 在这准备一个范形的类 所以呢 在这个底下 当我们使用列子的这个接口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T 这个T的类型呢 是不定的 当我们以后使用的时候呢 再往这个监控里边 传一个具体的类型 这边是真正的数据 除此之外呢 我们带回到页面的 还有一些这样的数据 包括每一页有多少条记录 这呢 是需要我们规定好的 只有我们将每页写多少数据呢 确定好 我们呢 在查询数据的时候呢 才能告诉ARCA 这一次查询得返回多少条数据 所以这个PADESIGNS呢 是这么一个用途 叫每一页 到底是多少条 我们叫记录 但是呢 我们每一页呢 不一定 它刚好跟我们这里规定好的 每页多少条记录相等 比较典型的呢 就是最后一页 因为最后一页的数据呢 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放满一页 那么这儿呢 我们也要记这样一个数据 这个呢 叫实际每页显示的条数 好 这是第三个属性 我们呢 想带回到前台 那么在前台呢 我们就可以去显示这些东西 接着呢 还有 当前是第几页 还有总共是多少页 最后一个呢 是总共有多少条记录 总记录数 好 这几个信息呢 是我设计好的PGB里边的属性 那么当我每一次翻页查询的时候呢 我总是想办法将这些属性呢 准备好 然后封端到PGB的一个实体里边 接着呢 将它带回到页面 到了页面呢 我就可以显示 我就可以显示很多的信息 包括有数据 这是必须要显示在页面的 第二个呢 是我可以显示当前第几页 总共多少页 其他的信息呢 我们看情况 希望显示呢 就显示一下 不希望显示呢 我们可以忽略 对于这个总共多少页这个属性呢 它呢 可以呢 在页面上出现导航条 比如说总共有五页 那么我就可以出现了五个超链接 一二三四五 当用户点击的时候呢 就可以跳转到这一页 所以从这个PGB的这六个属性来看呢 我们已经呢 提供了足够多的信息 供页面上使用 好 那我呢 接着往下边线 先产生一下 Get set 那么这个PGB呢 我们就准备好了 就放在这 那么我们呢 就准备开始按照常规的路数 先来设计一个DL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我就准备写一个新的 我呢 就不改进之前的get code了 我们这个方法是这样的 我们希望呢 按照 分页来查询数据 同时呢 还可能出现这种带条件的分页 比如说 我按照类别笔记本来进行筛选的时候呢 有五条记录 那么当我设计每页显示三条记录的时候呢 这个查询结构 它可以有两页 所以当我点击第二页的时候 它应该能够把这个条件带过去呢 来查询第二页数据 所以这个DL方法的设计呢 它需要带这么几个参数 我们叫get goods by page 就是按照页面来进行查询商品 这个里面呢 可能会要传入一个 第几页 也就是页码 另外呢 要传一个每一页 需要查询多少条记录 第三个参数呢 我们需要传入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呢 结合着我们之前的经验 应该传入一个goose 所以如果我们将这三个参数放进去呢 应该是两个整形加一个goose 那为了能够后面 mybody是处理比较方便 我们呢可以把它放在一个map里面 把这个参数 用一个map来进行封装呢 传进来 这样后边在我们使用mybody的映射的时候 就比较的方便 这个方法呢 我们后边用的时候 我们特别要注意 这个map里面到底有哪些参数 真正传过来了 那有了这么一个方法呢 只是说根据条件呢 得到了数据 也就是我们只能得到呢 data 但是还有别的数据呢 我们也要来分析 首先呢 page size 这个属性的值呢 并不需要从数据库里来 我们就跟DO呢 没有关系了 还有actual page size呢 这个是跟数据的多少有关系 我们后边呢 使用data.size 就能取着实际每页多少条记录 接着配件 这也是跟数据库没有关系的 是从前台呢 页面传过去的 当前第几页的页嘛 接着有一个总共多少页 这个呢 肯定跟数据库有关系 但是我们呢 不能够直接查出来 我们呢 应该能够查出来的是 总的记录数 那有了总记录数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 到底总共会有多少页 这个大家需要想清楚 我们从数据库里查的 应该是两个信息 一个呢 当然就是数据 第二个 总的记录数 有了这两个数据 我们其他的一些相关属性呢 是能够计算出来的 好 那我们呢 来准备第二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既然是计算数量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传入 一个条件就可以了 只要符合这个条件呢 我觉得统计数量 它返回的类型呢 是一个硬特 这个也好理解 我们呢 把它写清楚 这个主要是呢 用于分页查询 这个方法呢 是来查询商品 数量 这个商品数量呢 是符合 某些查询条件的商品数量 你先搞清楚这几个方法呢 它的 作用是什么 然后呢 参数里面可能有什么 就可以了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来 写一个 对应的映射 这个里面呢 我们准备两个select 其中呢 有一个分页的select 比较复杂 在MyBuddy提供的分页 这样一个功能的知识上面呢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完善 有一种比较简单的做法呢 就是直接通过硬编码 在Seql里面进行分页 另外一种呢 可以使用MyBuddy提供的一些插件功能 那么在本质口里面呢 我们会使用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编写呢 能够分页查询数据的Seql语句 所以在写这个select之前 大家一定要对Arc的分页比较清楚 它的写法呢 比其他的数据库分页呢 要复杂一点 好 我们呢 来看 它的结果 Map 仍然等于 固执ResultMap 而它的参数类型呢 我们使用HaseMap 接着 下面这一段呢 就是我们整个分页里边最核心的地方 同时呢 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看起来比较复杂 它的理论基础呢 就是Arc的分页 Arc的分页呢 需要适用一个子查询 同时呢 我们还要结合着 这种动态Seql的产生 因为它是带有条件的 所以实际上对于 下边这个Seql语句呢 是来自于前面我们这个写法 它只是呢 对Seql语句呢 进行了一些 子查询的添加 好 我们呢 来看一下怎么写 Seql语句的新 From 在这个From里边呢 就需要有个子查询 用一个RunNumber取一个别名 来后边呢 我们就需要用它做条件 接着呢 仍然是一个联合查询 这个跟我们之前的写法是差不多的 跟上条件 那么有了这个条件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取一个别名 比如说叫R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大的条件 来进行呢 限定 就这个R点RN 也就是我们查的这个RunNumber 它就在一个范围里面 从多少到多少 那么这个从中到多少呢 就是一个参数来进行运算了 第一页 第二页 那么到底应该传过来之后 怎么样创成两个数据 让它限定一下 这里呢 我们得使用这样一个写法 因为我们传的是一个HashMap类型的 第一个参数呢 是页码 第二个参数呢 是每一页 查询多少条 第三个参数呢 是查询条件 对这个BitEnd的 它需要使用的起始条件 与中止条件呢 肯定是前面两个 它说运算而来 它呢 是这么写的 配减1-1 乘以 配置size 那么对于配置和配置size呢 都是我们以后呢 用在这个Map里边的键 好 这段呢 在MyBuddy室里边 大家需要呢 掌握好 同样呢 And呢 就可以使用 页码 乘以 每页的条数 其实呢 是需要用页码减1 再乘以 每页显示的条数 而结尾呢 直接用页码乘以呢 每页显示的条数 就可以了 那么通过这一小段 最后语句呢 我们是能够分页的 但是呢 对于这个条件 我们还没有加上去 实际上这个条件 我们之前呢 已经 在这边用过了 我们只要把它取下来 就可以了 那么 取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也有讲究 我们的 这是一个子查询 这个子查询呢 我们需要先将里边 这个查询结果呢 限定好 我们才能够将我们 不符合条例进度呢 给排除掉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这么做就可以了 把这一段 动态sacr的语法呢 拿过来 这样的话呢 当我们一旦在页面 传入了查询条件 那我们就可以呢 在这个子查询里边呢 出现一个条件过滤 然后呢 我们再从这个结果里边 进行查询 最后呢 我们通过r.rn 这样一个 别名产生的列 来进行限定 到底应该查询 第几页的数据 好 这是第一个select 我们修配置好 第二个select呢 我们也需要准备好 它的结果类型呢 是一个int 参数类型 故事 这个select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select 看得性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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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需要通过MyBuddy是提供的动态系统 这个动态系统呢 跟之前的分页动态系统呢 是一样的 我们呢给它取过来 好 那么这是我们准备的 GoodMapper里边 对于两个DL里边查询方法的映射 那么用了这两个方法呢 我们下个课来进行 Surface层的处理 大家呢 在Surface里边呢 应该更能够清楚的看到 这两个方法如何为分页来准备数据 好 本次课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